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幸 今天的家人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大家好 新的一天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扬声 开唱来敬拜我们的神 真神之爱 伟大无求 口舍比我 难以形容 高潮逐行 神大地狱 唱过高声 是无相同 施主犯罪 我如影有 神前爱子 神救 是我罪人 神父无送养 随到将来 世界改完 地位忘占 地位忘卷 我眼云烟 命万世人 不靠真身 末日无难 无事求善 神那此爱 终不改变 祿佛大言 祿日无事求善 镭足声 宙斌啊 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圣徒 颂扬 祂神之爱 何能丰富 为祂无限无良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圣徒 颂扬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圣徒 颂扬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圣徒 颂扬 是的 主在这个早晨 我们就说主 愿祢真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彰显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面 主 谢谢祢带领我们 主啊 让我们真实经历祢的爱 主啊 让我们在今天的早晨的里面 再一次的主我们愿敞开我们的心 接受祢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天父我们谢谢祢 主 祢的爱长阔高深 主 祢的爱 主啊 高过珠山 升过海洋 谢谢主我们仰望祢 我们再一次来保偿祢的恩典 今天的早晨 愿祢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 愿祢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一天得着那更新的力量 主 谢谢祢 我们愿将荣耀都归给祢 我们如此的敬拜祷告 是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诗歌 祂就是我们的喜乐 当我们才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我们是从内心的深处向祂发出感谢 这个爱临到我们 让我们愿意在祂的面前 我们大声地来唱 我们能不住地 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感恩 借着诗歌向祂成名 祂是可以让我们真实从早唱到晚 但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可以向祂举起我们的手来 我们可以跳起舞来 来歌颂的神 是什么使我们可以这样做到呢 是什么使我们可以放下其他的 愿意来到主耶稣 你看不见的这些创造者面前 来向祂勾歌呢 因为有奇妙的事 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了 就是耶稣基督来救了我们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包括我们过去的胆怯怀疑 所有的失败都成为过去 一切都变为新的了 谢谢主 谢谢主 让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 我们都来心存感恩 让我们今天早晨 再度地来读祂的话语 更多地来认识祂 也更愿意为祂而活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面前 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何等奇妙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 反而叫我们这些人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让我们生命 我们改变了 我们的身份改变了 让我们过去活在祂的震怒之下的 我们这些活着就是很等死 而且时候还有审判 我们要录录到永远沉沦里面的人 今天我们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成为阿爸天父的孩子 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 我们现在在祂的国度里面 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是在做舍国的大使 我们在这里好像在做国民外交 我们在为我们神的国 我们的这位主来做宣传 让人来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神 让人愿意来认识祂 愿意从地上的这个国度 黑暗全世界的国度 出来移民到神的国度里面来 好奇妙我们身份的转变 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这样的 一种有益于世人的人 新造的人 怎么发生的呢 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以西节书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先去以西节 他就这样的应许过 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 给他们换上肉心 赐给他们肉心 这个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循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 把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 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这一切的事情 这个事情 今天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都是借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 他替我们做了一个交换 他为我们实心所产生出来的 那一些刚硬的 顽梗的 悖逆的 那些罪行 他付上代价 然后他把一个崭新的 一个顺服 一个敬畏神 一个从此而来 满有慈爱 良善的神明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心灵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心灶的人 好奇妙的一个改变 当我们心里面改变的时候 你看我们说话不一样了 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 我们的形式作为不一样了 看看是不是这样 应该在跟初得救的时候 你做个比较 现在的你的思想观念 还有你对神的话语 像不像你过去的时候 可能觉得根本不懂 根本就不想要去 要去听他 要去读他 但是现在你在读的时候 你有一个渴慕的心 还有就是你听到 这些真道的时候 你心里面不再觉得说 这是很无稽的 你觉得这些是不合理的 你反而内心深处 你内心深处 你就有这么一个意念在里面 是的 就应该是这样的说 这样的才是对的 这是你里面的生命改变了 改变了的人 跟过去他就不一样了 我过去有个同学 他在我们做学生 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跟他传福音 他总是不理会的 他总觉得 哎呀 这个都是 这个你们这个宗 这个宗教啊 太狂了 太狂热了 然后很骄傲的 觉得说我不需要 像我们这些人 我们很聪明 我们很能干 我们很有能力 我们不需要这些来帮助我们 我这个同学 我们毕业了 经过差不多三十多年以后 因为在这段期间 后来我们毕业之后 就没有再见面 每次同学会都看不到他人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 他跟我讲说 假装假装 我这个电话 我一定要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 我也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你的 他你知道吗 我要受洗了 我听说他非常高兴 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说我过去啊 他说我看你啊 他说啊 你们是圣徒 圣徒 你们是圣徒 那么他这样讲 其实有点开玩笑的在讲 就是 就是 就在讲的关于耶稣啊等等 所以他跟他是不一样的人 我在想 我那个时候 我对主认识的一致半解 什么圣徒啊 跟着现在比起来 实在是那个时候是懵懵懂懂的 他这就是想要传福音 只是 也许不得法或什么 他有些人可能听不懂 我没有接受 但他说 现在我要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今天我要受洗了 你听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我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再过 后来 我们联系上了之后 我就在前 一个多月以前 有个姊妹 过去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传道人 她实习在我们这里 她回到她教会去服侍 她有天来 跟我在谈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同学 好像在你们的教会 她现在情况如何 她说她现在 她好爱着我 她现在在教木道班 她在教别人 更多地来认识这位主 这个过去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她现在非常 非常谦虚 而且非常有耐性的人 我说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 我另外有个同学 她聪明的不得了 我小学年纪我们同学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三年都同学 快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好像真的没有联系了 后来等到有机会 我们在碰面的时候 很自然地跟她传福音 她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她是学科学的人 她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地好 所以她保送大学 她没有考试 你就晓得她成绩多么地优秀 等她再讲 她就有踏到的理论 那个时候 然后口口声声就是科学科学 跟我讲什么叫奈米 我都搞不清楚她在讲什么 她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我想这个人怎么能够信主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为这个担心 你只要活出你所相信的就好了 你就为她捣个就好了 没想到就有一天 我们讲讲 她突然她心里容忍下来 她说我好想认识 你所说的这位神 我可不可以受洗 来接受受洗 当然她受洗就归主了 你知道吗 这个人受洗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是个做老师的 她用她做老师的精神 她自己她就制作 我们说口袋圣经 她把这个圣经呢 小本小本的 然后做出来之后呢 然后后面有一些的题目 这里面有一些的经格言呢 就小本小本的 她做了之后 她就分送许许多多的人 她自己读圣经 一读创世纪 她才读了四五十遍 她是这样子的一个 渴望来读神的话语 她现在她在做的一些事情 脑子所想的 就是怎么样 能够让国中生 孩子们 高中生 他们能够 能够因着她做的一些的工作 能够间接地 能够来认识这位 她所相信的神自己 是什么使这些人 有那么大的改变 没有别的 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不要以为我们只是一个新造的人 换了一个生命 这就是结局了 不是的 主把我们这些人改变 他还把一个职份赐给我们 就是让我们做一个 劝人与他和好的一个大事 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做了神和人之间的忠报 他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 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国的君王和神的国度 他如何 他要我们也是如何 做一个神国的大事 怎么个做法呢 人要认识关于神的国度 他们怎么认识呢 我想我们在地上 地上的国度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是代表他们地上国家的大事 到那个国家里面去 如果你想知道 关于那个国家的种种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人 可能是他的衣着 所以有一些做一些国家大事的 他喜欢穿他本国的传统的服装 你从他的服装 你可以晓得 他们国家有一些这样的文化 他的语言 他们的一些习惯 然后你从他的谈吐 知道他的国家 他的一些文化背景 他的一些立场等等 他请你去吃饭 吃他们传统的一些美食 你就可以借着这些 来认识那个国家 有些就你看了之后 哇 你好羡慕 今天我们要让人认识 我们的神的国 神的国的君王 神国里面的生活 就是借着我们这群新造的人 就是借着我们 谢谢主 主不但是劝我们跟 基督劝我们跟神和好 他也把这个职份托付给我们 叫我们劝人能够与他和好 劝人与他和好 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们说 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一样 也当年菲利成说 主啊你把父写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他们想知道这个神的国度 怎么一回事 想知道这位神国的君王 也说你们看见我 就是就是看见了父了 是这么样子的肯定的 亲爱弟兄姊妹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要知道神的国 这位神多么的美好吗 你看我 你看我们的生活 你看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时候 你看我们在读神的话语 你看我们很乐意去实践 你看我们很愿意 我们愿意给出去 我们愿意走出去去帮助别人 这不是过去的我们 我们过去小气得很 我们过去自私得很 我们过去专门搞这些小圈圈的 我们全来不会想到说 就为别人着想的 但是今天你看我们非常的乐意 人从我们生命当中 来认识这位神国的君王 所得保罗说 所以我们做基督使者 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圈你们一样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求你们与神和好 当我们的主要把这个信息给我们的时候 对着我们这碗梗悖逆的人 祂要我们不要再不相信 不要让我们再抗拒 祂做了一件事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为了使我们能够进入 祂来找到我们 祂跟我们交换的生命 是我们根本无权无分于这个国度的 今天我们得着个身份可以进去 祂为我们做了什么交换 这位伟大的君王为我们做了什么的交换 我说这是一个无价的 神使那无罪的 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 就我们成为罪 好让我们可以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个交换是非常可怕的 他说无价是非常可怕的 可怕到什么地步呢 他为我们的罪 付这个代价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在今生祭祀 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顽梗 我们的悲逆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妄为 我们的竞争 我们基督我们那种各样的 污秽 我们各样的这些死刑 他为我们 我们自己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他为我们所有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承担的是所有世人的罪 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发出一个声音说 一粒一粒 拉玛撒巴各大尼 他意思是说什么呢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那个声音是多么的痛苦的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并不是我好痛啊 他们叮我叮的好痛啊 他们是这样的来对待我 他们怎么是可以这样这么样的残忍 那个痛苦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当然这个是已经是无与复加的痛苦了 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十字架上 神的 他跟神的关系在那一刻断掉了 神眼面没有看他 因为那时候他所承担的是世人所有的罪 他在那里代表的是所有世人的罪都在他的身上 是罪使神眼面不看我们 是罪使我们与他隔绝 那一种痛苦是打过我们人类 我们所加注于他身上的痛苦的 那样的一个那种难受 那种被离绝的感觉 是我们今天人我没办法去体会的 但他为我们他承担了 给我们做了交换 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 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了 我们的劳苦和重担我们卸下了 他把安息给了我们 今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把那个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只因为我们今天相信了 愿意接受这个真理 这个交换就完成了 是他做的 无价的交换 你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谢谢主付不起代价的我们 耶稣为我们承担了 我怎么去回报他呢 我是无以回报的 如果不是他给我这个生命 我还说不出说主我爱你这样的话来 可是今天我们因为他爱在我们里面激励 他在我们里面继续引导我们活着 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 是为这位宇宙的君王 爱我们的主而活 他怎么样对待我们 也让我们承担这个职份 成为一个也劝人与他和好的大师 求人与他和好 像他用付上这样代价 使我们与神和好一样 希望大家众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在我们在出门的时候 想到这位与我交换了生命的主 在我的里面 我今天或说话或行事 我或是思想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让他的爱激励我们 是为着他的缘故 也把他的爱能够传给 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同样的得着 好不好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让每天我都有主要美好的链接 我随时来做一个 确认与他和好的大师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天前祷告 主是我们愿意 主啊 没有谁向你这么爱 我们愿意成为那一个大师 主啊 将主乎人难为自己 主啊 来为你而活的人 耶稣啊 部教的交换 主啊 担当主的优惯 没过的痛苦 主啊 我还愿你是被神迷达 为我的伙伴受 来为我们对你压生 主啊 神迷上我的知性 和我的心态 主啊 把这个信心的力量 主啊 向神的爱 主啊 谢谢祢 来 谢谢祢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成了新造的人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领受的是 多么奇妙的爱 帮助我们 每一天跟你联结 每一天活出 新生命的样式来 主啊 叫我们就成为你福音的使者 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见证 来见证你自己的名 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耶稣 为你的爱 天天充满我们 你天天浇灌我们 在你的里面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带着熟天的眼光 能够把人 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面前 使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 家人同事同学 都能够领受这真神的爱 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把荣耀都归给你 阿们 亲爱的上帝 我们向你先上感恩 谢谢你才派你的爱子耶稣 来到我们世上 谢谢你 让耶稣为了我们世人的罪受死 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 主啊 耶稣代表我们 定在十字架的时候 主啊 他就将我们与你隔绝的爱 重新的连结起来 主啊 你让我们真的在 自己仰望你的时候 让我们的 让你的爱与我们重新的连结 让我们成为你在地上的大使 可以与人和好 让我们传扬这样的福音 让人也可以与你和好 求求你让我们帮助我们 有这样的勇气 这样的福分 让更多人知道 也将这份福分 让更多人知道 谢谢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在祷告 我们存感恩的心 每天在主面前 我在出门之前 我是感恩的心 我决定 我今天就是要为他而活 我今天 我不论是碰到任何的人 让我能够成为他的帮助 存在感恩的心 愿主的您再次提醒我们 再次光照我们 亲爱的兄姐妹 为你今天的身份 为今天活着能够读神的话音 来唱诗歌 能够来祷告 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好吗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来帮你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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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生命在于 力量在于 平量在于 主 请我们接下来为主 谢谢主 感谢祢 谢谢 亲爱的主 我感谢祢 主 让我每天活在 主祢的恩典当中 主 我不以为这是个知识 或者我久了之后 我觉得这是个理所当然的事 每一天 主 让我里面心意更新变化 让我心存感谢 因为祢每天要把更新鲜的 更多的恩典 加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让我们更加的不足 又可以给出去的 让我们可以给出祢的爱 给出祢的关怀 给出祢的饶恕 给出祢的赦免 给出祢的自己的宽容 和祝福 谢谢主 谢谢主给我们这么许多 我们心存感谢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神之爱 何得丰富 为他无邪 为他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无别 天使圣徒 天使圣徒 永远坚定 旁盛之爱 何得佛 为他无邪 无量 永远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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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直ed